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2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留学生播报 我是实习主播Jesse 加拿大迎来了第43届联邦大选投票日 最后,由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击败了由希尔带领的保守党 获得了更多的议会席位 成功连任加拿大总理 在自由党发布的政纲中 我们选取了跟留学生息息相关的部分政纲 具体如下 房地产政策 一,外国人在加拿大的房产 每年必须交1%的联邦投机税 也就是说 外国人除了一次性的海外买家税 还将有每年一次的联邦投机税 二,推出首次购房刺激计划 放宽大温哥华和大多伦多地区房价限额 从48万元增加到了78.9万元 在奢侈品税方面 以后如果想购买价值超过10万刀的豪车 如保时捷 路虎 奔驰 兰博基尼等 要另外付10%的奢侈品消费税 也就是说 10万刀的车要付1万刀的税 除此之外 还有手机费下调 自由党在竞选广告上说 手机是用来让家人保持联络的 所以 他预计将手机费下调25% 每人每年预计节省250刀 四口之家平均每年节省1000刀 在治安方面 关于大家都在意的安全问题 特鲁多表示 将给安审拨款5400万元 用于打击非法枪支及帮派 并在全国范围内 禁止半自动突击步枪 回购步枪 并推行枪支政策 继续推行BOC17枪支政策 扩大枪支背景调查 禁止半自动突击步枪 并回购任何合法购买的步枪 最后 关于留学生最在意的移民问题 特鲁多表示 未来三年将增加移民 到2021年每年接收35万移民 但不幸的是 将难民数量比例增加至15% 经济类移民减少至占58%的比例 早期移民部长胡森曾表示 自由党政府改革了联邦快速移民通道 邀请了更多的国际留学生申请移民 主要是通过给留学生加分 在前保守党政府时期 快速移民通道只有30%的 受邀请移民申请人是留学生 现在 自由党政府下的受邀请人中 超过50%是留学生 我们还传递了一个新的信息 告诉海外留学生 不仅欢迎你们来学习 而且如果想留下来 我们要你们留下来 我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发出这个信息的移民部长 以大西洋省份移民试点为例 其中一个国际留学生移民项目是最方便的移民类别 不需要任何工作经验 只要有雇主的工作证明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移民制度 比我们对国际留学生更加开放 包括毕业后公签的快速审批 审提名移民项目 这些项目都为留学生提供了移民的渠道 实际上 还有很多留学生选择回国 但是 对于想要留在加拿大的留学生 我们确实让他们更容易移民了 留学生上大学有分 在加拿大上大学又有加分 如果有家人在这里 因为家庭关系又有额外加分 如果会法语也有加分 当然 自由党政府也愿意倾听 如果能够连任 我们会倾听留学生的呼声 如果有更多的方法 可以方便他们移民 我们会听取 会考虑 不过 这些政纲要政府正式上台 国会重开 自由党政府提交施政报告 国会通过后 才开始实施 前Oregon州州立大学学生江泉 两年前 与同伙用3000余只伪造iPhone手机 假借维修之名 从苹果公司换取了上千只iPhone真手机 并转卖至中国生财 导致苹果公司损失高达90万元 今年 他与同伙被联邦探员逮捕 并交由检方法办 并认一项走私伪造品罪名 于近日被法官量刑 三年零一个月 30岁的中国籍男子江泉 于21日接受联邦法官 伊莫根的量刑 伊莫根裁定 被告将被监禁三年零一个月 刑期将于12月5日执行 江泉的代表律师豪斯在庭上辩称 他的当事人在这场iPhone手机伪造案中 只承担接收假手机 即送回苹果公司维修 与寄回至中国的小角色 并不知道送场返修的手机 是伪造产品 而这起案件的主谋 仍在中国逍遥法外 被告当日身穿蓝色西服 与白色衬衫 在法庭上通过中文翻译忏悔 他说自己从未有意违反法律 并表示自己在被捕后已改过自新 形容自己是一个无知幼稚以及愚蠢的人 他还对自己的父母与妻子道歉 期间不断用面纸擦拭眼泪 但英默根认为被告的诈骗案件 是一起仍在进行并经过精密计算的案件 导致一连串严重的罪行发生 拒绝豪斯的缓行提议 我不认为无知可以作为犯罪的理由 根据起诉书 江泉与周杨阳自2016年1月到2018年2月间 从香港进口大量的伪造iPhone手机 再将这些手机以不能开机为借口 分别寄送至俄勒冈州 华盛顿州和克罗拉多州的苹果公司维修 在保修期限内替换新的iPhone手机 律师文件还显示 江泉接收到这些新手机后 再将这些手机以每只数百元价格运回中国卖掉 而苹果公司总计送出了1493只真手机 作为报修替换屏 以每只iPhone成本600元计算 导致该公司损失89万5800元 2012年江泉持学生签证 前往俄罗冈州州立大学就读工程专业 但因英文较差 辍学后转入当地的社区大学就读 他称自己因需要工作赚钱 亲信网上的求职广告 才误入企图卷入这场诈骗案件中 他于今年4月被联邦探员逮捕后 移送检方法办 不到一个月内 他愿意向走私伪造品的罪名 江泉的父母通过卖掉他们在中国的住房 以为被告向苹果公司支付了20万元的赔偿 他的一辆2015年产的奔驰轿车 也被法院没收 直到12月5日复兴前 他都将被GPS定位装置监视 刑满后将面临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递解 远赴英国剑桥深造的奶茶妹妹张泽天 近日又被粉丝偶遇 有一名男粉丝在社交平台上 PO出了他与张泽天在图书馆偶遇的合照 并笑称自己纠结的小手指 是因为见到女生心情太过激动 在上周末 张泽天曾发布了一连串关于英国美景的照片 还给网友们分享了许多他游览景点时的感想 有人称赞他颇有艺术品味 但也有人对他产生了质疑 直接在他的动态下评论 你读书吗 张泽天并没有选择忍气吞声 他直接回怼了这位网友 态度十分强硬 从合照中不难看出 奶茶妹妹完全不失粉袋 素颜出镜 头发凌乱也没有怎么认真打扮 就连穿搭也是前几周 他发布动态时曾出现的打扮 有网友评论他这天的状态不佳 有些衰老的痕迹 甚至还称其为阿姨 这种评价似乎对张泽天有些刻薄 且不说张泽天完全没有打扮 但说是女性魅力 也不仅仅是用是否年轻来判定的嘛 这天素颜出现在图书馆的张泽天 也用实际行动再次打了那些耗事者的脸 不过身为留学党的张泽天 因为在社交平台上晒玩乐的频率太高 而被误解为没好好学习 其实也不奇怪 他被偶遇过到现场看英超 还被发现出现在大咖云集的上流酒会上 媒体对奶茶妹妹的留学生活多番报道 让一些对留学并不了解的群众误会 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像张泽天所说 学生都会有周末 并非每天都在校园里苦读 他是否努力读书 不是通过一两张照片就可以判断出来的 以上是本期留学生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我是Jessie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